我们再来看第四个 看电视时眼前发黑 这个看我们节目的时候 您最好还是眼前别发黑 但是眼前发黑 简单理解 是不是这个视觉的神经 都是在脑部 所以说这个会有这个直接的影响 眼前发黑呢 主要是这个 共用视网膜的这个血管呢 也是由于脑血管发出来的分支 那么脑血管出现问题呢 也会引起视网膜的缺血 造成发黑 它可以是单眼的发黑 一个眼睛 也可以是两个眼睛同时发黑 都提示是脑血管发生了问题 是脑血管发生了问题 不是主持人的问题 那就行了 好 走路时身体一侧感到无力 咱们刚才说第一个好像挺像的 一侧 刚才李老师也说了 说这个平衡方面是受到了这个影响 身体一侧无力 提示是偏侧肢体发生了障碍 类似如果严重了就是偏瘫 如果是轻度呢就是轻偏瘫 那么跟第一个这个走路不稳 还是不一样的 走不稳是两侧是有平衡的障碍 这个是一侧肢体的利弱 造成了走路像一侧的偏偏 怎么样呢脑梗先生 这回的回答你服不服 有喝 哎 看来啊 你们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我 甘拜下风 不过 你们啊 别得意太早 我还会回来的 我还会回来的 好